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金哥 大家好 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日本跟中国之间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国 我们经常喜欢吃的东西 在日本却说No 那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もし 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ったら いいね シェア コメント おねがいしまーす 首先 我来分享第一个东西 就是鸡爪子 在我们中国 有很多人可能喜欢吃鸡爪子 包括泡椒凤爪啊 等等有很多口味 但是日本人却不吃鸡爪子 他们觉得可能下不去口 我在读书的时候 有很多日本朋友问我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吃 我说 为什么呢 他说 我总在电视上看到 然后我会给他解释说 中国的较南方一点的 可能吃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我们北方可能吃的东西 还是比较少一点 后来我带着日本的朋友 三个朋友 我们研究室的 一起去中国料理 点了鸡爪子 大家的表情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然后第二个 我们觉得很好吃 日本人却不经常吃的 可以说是内障 比如说猪的内障 牛的内障 但是类似一些像猪肝或者牛的肥肠 日本人也吃 不过吃的频率也并不是很多 第三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 猪耳朵 在日本猪耳朵卖得非常的便宜 可能两个非常大的猪耳朵 差不多和人民币 15人民币左右 日本人不吃猪耳朵 他们也不吃猪头 所以说挺有趣的 所以说当一些中国人想吃猪耳朵 或者猪头的时候 去中华物产店也好 会很便宜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非常美味 日本人不怎么吃的是大骨头 大骨头这里不是指排骨 就是那种远骨大骨头 在日本的超市几乎是没有卖的 包括机价 在日本也没有卖 我之前来日本的时候 很想吃机价炖土豆 找了很多超市都没有 最后在一家超市找到了 在日本的话 一个机价的话 差不多人民币6块钱左右 就可以买到 所以说因为日本人不吃嘛 所以说这种东西非常的便宜 其实日本人呢 对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也是比较感兴趣 当然了 日本也有很多的食物 日本人觉得好吃 我们中国人觉得不好吃的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纳豆 我第一次吃纳豆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好臭 那种口感真的是不适应 这可能臭豆腐 对于日本人来说也一样吧 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 臭豆腐挺好吃的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 可能是难以接受 难以想象的味道 来日本六年 真的是发现了很多 中国人跟日本人之间不同 而且有趣的地方 如果大家知道什么 特别好吃 但是日本人不吃的东西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小金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